中间的时候他也给我找过其他稿位 给我调到安徽我没有去 然后要把我强制端岗到另一个网点去当快点人 你要不去的话从7月1号开始安匡工处理 他本人肯定是不愿意的 而且转成快点人以后他这个薪资会降低很多 反正有很多人也不是我一个给你强制调整岗位吗 反正的催港通知书不是发给你了吗 是发给我的 本人不同意也要强制转吧 是不是跟你协商了吗 跟你协商多少次了 跟你推荐经理你不去 推荐门店岗位你不去 什么都不同意还怎么跟你协商啊 我现在不明白了 关键是为啥要转我呀 你们部门抄人的不就得选一个转吗 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为什么不能是你呢